曼徹斯特除了是兩支英超勁女 曼聯和曼城的根據地 亦都是投資英國物業的熱門城市 曼市是英格蘭北邊的經濟重鎮 近年受惠政府的北部振興計劃 投資數以百億英鎊發展當地基建 包括興建連接倫敦的HS2高鐵線、 擴建機場、發展Spinningfield新商業區 英國廣播公司BBC 亦搬遷到曼市的Media City 曼市的樓價只是倫敦的三分一 但當地人工有倫敦的七成 買樓租金回報平均有七里 比倫敦兩至三里吸引得多 而過去一年仍然有4.5%升幅 全英二十個城市中它排第三 由英國發展商Select Property Group 和Renica合作發展的新盤Crown Street 坐落在貼近市中心的住宅區Castlefield 距離Spinningfield新商業區只是十分鐘路程 5分鐘車程可以去到曼聯主場奧脫福球場 距離市政廳和華人區也只是15分鐘路程 附近亦有多個大型商場 走4分鐘便可到達Dins Gate輕鐵站 交通和生活配套相當方便 今次開售的第二期名為Victoria Residence 屬低密度住宅 預計2020年第三季落成 項目提供實用面積612至2429呎單位 分一至三房間隔和頂層複式 樓盤有多項會所設施 包括健身室、共享工作空間、共享廚房、休息空間 24小時禮賓服務、天濟泳池、空中花園等 入場費250萬港幣起